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的早晨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煲 沙冷戏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首先恭喜一位幸运仪先 就是昨晚六合彩 万胜至金多宝 厉害 一注读得 8,335万 或者现在听节目的你可能说 吹都不是我 不要紧 当替人高兴一下 有时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幻想一下 自己假如真是这么大眼的金多宝 是自己中了的话 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比较小的时候 都会这样想 发这些白日梦 随着年纪 慢慢长大的时候 可能工作 或者生活方面 都有很多东西 都令你透不过气 久而久之 好像觉得自己 连一些这样发白日梦的时间 都好像比较上欠逢 如果有点理性的人 可能会觉得 那我想来干什么 哪里这么幸运 到时才算 理性还是感性 什么都好 尤其是发白日梦 都是好的 给一些想象空间自己 我时都有在节目提到的 村上春树 这位这么有名的日本作家 他也是的 在他自己 无无聊聊的时候 就会想象到很多很超现实的画面 或者很多不同的情节 后来写在他的作品里面 就成为了他现在这么独特的 村上春树的风格 那也是的 到了他后来的时候 他的人年纪 渐渐比较大一些 你看他说的 都会实在了很多 就是少了这些 天马行空 甚至乎可能你拔拔的故事 内容 都好像没有了很多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还是千上春树呢 那随着他的年纪 或者他会升华到他另一个层次都不顶 好了 那我们回来讲一下新闻 那昨天下午的时候 看到一些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 都有放这宗新闻的照片出来的 我看了一张照片 吓了一条 因为看到马路 堆了一群人在 他们戴了一个黄色的头盔 又不动 又不走 又不成 看到一些巴士 顶住了 又行不到 小巴也是 也都看到有些人 拿过胶马 因为已经很少 有铁马 那些胶马 就在不知咪咪摸摸摸摸摸摸摸搞什么 然后看到一些小巴 又停了在那里 然后有些阿姐 又好像很不满地 嘴咪咪咪 不是嘴咪咪咪 她戴了口罩 眼睛 眼睛睿睿地 盯着他们 不知道在那里搞什么 我还想 哇 难道黑暴虫了 又出来倒露 那发生什么事了 那我看着 咦 又奇怪 那他们又不像 那个衣服方面呢 有牛仔裤 卡卡式的裤 背囊都有 不过就不是全黑了 大部分都不是穿全黑衣服的 那有些还穿格仔裤 间跳衣服 正式的 什么都有 看着真一点 哦 原来这件事呢 是和关于马丽医院重建地盘有关的 过百个地盘的工人 走出去行车路那里倒露 那说得出是地盘的工友 一定是来求财的了 你猜真的走出来陪你抗争吗 不是没有的 地盘工友变了黑暴友 实有的 不过可能很少了 那现在这个时候 那么多人一起出来 很明显的了 应该都像是勞资斗分 那往往真的 咦 什么事呢 然后突然间有一帮工友就突然遭到解股 还要衰到怎样 将他们的私人物品 当垃圾扔出外面 即是地盘大闸外面 那人当然是生气 为什么那么生气呢 就说多些少的内容 那哪个位倒露呢 就在薄芙林那边 整个占领行动 大概是半个小时 原来昨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突然间被建筑公司安保工程 就口头通知他们 原来已经炒了鱿鱼了 咦 又这样的事呢 之后就发觉地盘的大闸还锁了 他们就进不去 就像刚才所说的 咦 我进不去的 那我的东西呢 原来都扔在外面 似乎最烈的那刻就是真的将他们的东西扔在外面 那问回其中一位哥哥 为什么那么烈 要倒露 当然是激动啦 他们都扔掉那些鱿鱼 有些还找不回 那就是啊 有些如果他没有包好一件一件 或者没有记忆的话 你就这样弄出去 可能被人家撿了呢 又或者可能有没有扔出来都不知道 不被人撿了的话 甚至乎 他们有些在垃圾桶里找出来 就觉得很不尊重 因为这些是鱿鱼陪着他们披荆斩击 去赚钱的工具 有时我们用开的东西 虽然有时是难的 或者可能是看上去好像很不起眼 但是当那件物品陪着我们自己这么久的时候 真的会有些不舍得的 我不知道大家多不多用筆 那我自己有支筆 我有时都会拿来写东西比较多的 我自己都是的 用了差不多有十年 我都没有扔它 其实是一支什么三色筆 然后里面中间有一支圆心筆 那些这样来的 即使陪着自己很多不同的时光 自己都用了很多年都继续再用着它 后来那些工友也有回到工地 就和那些主承建商和外判承判商那些聊聊 那些那些 最后呢 资方方面就协议了就住 丢了那些东西 每人就赔回五个水给他们 还有呢 就住昨天的事件 就给他们半天的人工 其中有个工友 再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说 他说 在这个地盘做了半年了 每天都要开工的 估计呢 这次突然间说炒鱿鱼 都是判头和建筑公司的问题 他们说这次这个倒路的行动 不是因为那些欠了他们的工的问题 原来他们都说回自己 地盘工友的那些新酸市 都习惯了被人这样炒鱿鱼 但是呢 丢了些东西就不行了 这个就接受不了 有个尊严的问题 人家来帮你打工 都是人来的 你能不能当我们是人来的 有时候出来行走江湖 我觉得一定给他们尊重 就会好一点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真BC都说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绝呢 等多一个一会儿 或者你被人进来拿回 或者你看着他 找保安看着他们 甚至乎拍了影片 好吗 可能他们都未必会那么大反应 你将人家的工具 这样扔烂了他 或者扔到他不知什么 又真的挺难受的 不理得你要打工的 那我就去其他地方打工 立刻再找他第二边 有哪个地盘要人 那又何必要这样做呢 刚才提到黑暴这两个字 过去这两年多 其实消防署对于黑暴方面 都好像很少说一下 他们的选择是怎么样 或者对于这帮贸理 是有什么看法的 在昨天消防署署长梁伟雄 他出席了一个纪念恩公殉职消防员的消防署 纪念日的时候 有个小小的致辞 他说到未来为了应对社会情况急剧转变 和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消防署要克服更多新的挑战 会以文为本 和以国为根的信念 去抵御防范灾患 保持社会的安稳 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不会辜负市民和国家的期望和重拓 当然会提到一些关于 因公殉职消防员 都提到他们无私要付出 以生命守护生命令人景仰 也都提到过去两年 因为黑暴和疫情 一度陷入困境 香港市民对于这个困境 真的觉得惶恐不安 消防和救护工作方面 都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 其实想起来也是 如果不知各位听众 最记得是哪一幕 消防或者救护呢 最令我印象深刻 都可谓叫做第二次的机场和理非 搞得很大件事 有赴国豪那次 还有一个十字锁 锁住一个内地的朋友 在地下转转转 当时有救护员来 要去救这些内地来到香港的朋友 竟然挡住救护车 不让人进去 还问为什么要救他 这帮人是神经的 那再借 救护方面 也是一次的救援行动里面 都算是牵涉了一个很大的风波 就是所谓的州同学的事件 又说什么不让他进去 又说什么哪个哪个不让 又什么拖延时间 只是那个救护车 时间的关键 要去到死因研究庭 才能够看回事实的真相 你说多惨 承受了多少压力 再者 消防方面 真的忙过不停 整天在BBQ 周围都这样烧 没了消防 怎么办 烈火冲天都不行 听完这个致辞 真的都感慨良多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 我也明白的 有些网友可能说 忘记过去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们都要有一个警惕 还有要小心留意着 这个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历史教训 就是为什么呢 可以因为一件这样的事 而演变到社会 去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回 雨傘的时候 什么失败 又说这样那样 我们还以为已经借了 黄之锋 我们以为他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呢 原来还有多次机会给他 我们都会想起 梁天琦 那时候呢 他搞完二遇弹暴动 大家都去找 他自己呢 都半放弃态度 直到去坐牢之前 其实有一段时间 没有人理会他 为什么19年呢 就一放不一声 会炒起了这件事呢 那大家呢 想一想就会明白了 所以安敌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住 小心提防一些事情 会不会死灰复燃呢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邓炳强局长呢 他有时候都会提起这些 就是叫大家要小心提防提防 那黑暴友退潮之外 那另一样呢 看到的挺开心的 就是泛民友呢 都因为自己 说他们的最强的武器 因为DQ4之后呢 那我们决定总辞 你都还击 那你就辞了 那恨不得你辞了 有时候会不明白的吧 那这班人呢 我们平时觉得 好像赶死不走 突然间说自己走的 那天是不是送那么大份礼物给我们 那当他们这班奇奇怪走完之后呢 延任的这一年 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呢 在这个年度 召开了127小时的会议 批出了3278亿 也都说是今届立法会里面最多的 平均每一项审议的时间呢 由上个会期大概2个半小时 缩减到46分钟 这方面的数据值得一赚 就是立法会的秘书署那里 有计算这些数 就是知道这个会议 搞那么久 这样那样 这样都没做完 怎样怎样 看到这个审议效 大幅提升 主席陈茂波都觉得非常开心 他用四个字来形容 苦尽这么久 真是苦过苦瓜 因为之前那班人经常在吵 经常在吵 主席什么什么 主席什么什么 接着又说了很多不同 因为要在这些情况 要给一些生病 就算他们明知道 这一笔拨款 是应该要过 或者要给他过的 怎样都要制作一些话题出来 或者被人觉得 他叫做有做事 真的看见头痛 也有些黄梅 马上对于这个3000多 这个数据 就像提款机 噴了钱出来 你拍着这些图 当然 陈茂波一定不同意 财委会变成提款机 也都代表一件事 跟我们平时上班一样 他说了一件事 审议的时间 不是越长越好 我自己最憎的一件事 就是开会拖场拉布 我不知道各位网友 上班的时候 多不多要开会 我最憎的是咪咪摩摩 开会的那些 又等下谁有没有意见 那个有没有意见 可能只有老闆 或者上司在说 或者说完之后 你会问 为什么你没有意见 有时候 在下班 即是下班时间 你还叫我来开会 慢慢谈 来摸一下 究竟有什么 idea 不是吧 我已经上班的时候 做了这么多个小时 你还叫我 临下班的时候 所以我最憎是 临下班前叫开会 这些是人渣 你自己不想下班 你的时候 别人上班 是这个时间 就是他的作战能力 是去到这个时限 就是极限的 不是OT 但是什么 因此也不是代表 你开会 开得越长时间 就会 有 越精辟的意见 出来 这些消耗战 是没有意思的 最重要三个字 快 狠 准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一个小小的工作的原则 和那个心得 跟着陈健波也说 他说 撇除一些防疫基金的紧急撥款 这个会期是批出款行 是最多的一次 就是在今届的立法会来说 而开会的次数 和时数 都是比上个会期少 除了苦俊今来之外 还有一种仿余格勢的监者 他说 因为这些什么叫反对派 离开之后 在议会 拉布就绝职了 他说 重质就不重量 和我看法都很近似 时间就是金钱 个个都咪咪摩摩摩摩摩 什么鬼 例如 审以公务员加薪作为一个例子 加幅 是按通胀调整 最多半小时里面 就可以审完 但大家知不知 过去 只是审这件事 说了多久 20个小时 半个小时 和20个小时差很远 我也看回那帮弹散 之前为什么要摸那么久 就是因为 在那里骂 公务员干什么干什么 他说 差到船去到太平洋 那么远 可能在那里数回公务员 什么做得不好 谁做得不好 然后说些讽刺你 你又讽刺我 然后说 究竟是否应该加那么少 这样会有什么社会效应 这样那样 吵完没 这些粉饼 是不是 不过陈茂波也批评个别官员 觉得他们不熟书 也都没有做好准备 到财委会 解释 或者聊聊 究竟整件事是怎样 他们不点名 某个官员 可能明明负责某个项目 但竟然他没有办法应付到议员的提问 表现相当不称职 他说希望日后立法会 少一些政治斗争 议员提问的质素 就会更加高 他说如果官员仍然是尤花圆 知不议对的话 议员就很难接受 这方面真的要检讨检讨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刚才看黑暴友 挺搞笑的 看到一件事 就是张炳良 就是N世纪前的民主党人 就是最盘古初开 民主党的前身 会点 就是其中一个成员 很明显 他的心 都是倾向于民主派 为什么这么搞笑呢 他未来就会出一本新书 不过是英文书 我也期望他这本书 能够推出中文版好一点 大致上 英文译回到中文的话 叫做香港例外主义如何走下去 蛤? 那个网友听到 什么来的 现在是香港教育大学 公共行政研究 讲座教授 他对于年轻人 一定有他的心得和看法 他认为年轻人不能不乐观 因为悲观 只会阻止了进步 他也跟林郑月娥特首说的很近似 香港也不是没有优势 他这本书的内容 也有写 但是呢 关于2019年反修令风波 所引发出来的事 当然是会对年轻人有什么看法 还有那个影响究竟是怎样 都提及了很多 涉及到这台语里面 所谓的学运领袖 已经离开了 例如那些什么 他仍然很不满意政府 所以也对香港的前景 不乐观 他也提到 学运这件事 听起来 或者看起来 好像很激情 很浪漫 但是不能够一厢情愿 他觉得整件事 可以说是退潮 也是告一段落 刚才也说到 要慎防这些人 会死灰伏燃 好像光成者那些 最近有两个 我看到法庭新闻 那方面也有说到 就是说 他们都是不能够保释的 都是继续要在还压的 有很多那些黄了 就是搞错 美心仙盘 你这么小 但是他们牵涉到一些 很严重的罪行 只不过呢 因为现在调查阶段 如果被他们在外面 这样蹦蹦蹦的话 还有其他做到 而又能够逃避得到 警方的追捕的话 我想是挺危险的 如果到时有些什么事 是不是理什么呢 也都鼓励年轻人 应该要向前看 那怎样为之要向前呢 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向前说 是不是应该要移民呢 香港不再能够 留下来 有时是的 那些人看到BNO架 或者身边的朋友 原来他去英国 他就拍了一些相片 可能他在英国的生活 是怎么样 他看到好像很有新鲜感 对于一个既陌生 有新鲜感的地方 他们会可能很嚮往 咦 哪个又走了 哪个又走了 哪个又过去 那我应该要过去呢 我不过去的 是不是会吃虧呢 那些过去 是不是很好呢 如果在香港 都觉得没有前景 看不到前面的话 那是否英国会好些呢 这一个呢 亦都是出现于 所谓的移民潮底下 的一个新思潮 有机会我们再研究一下 讲起这本书 很搞笑 原来是由2018年讲起 想着就写到2019年就收工了 那怎么知道 2019年612就爆单 竞争出来 那后来那个浪漫 一改 改到2020年初 想着赶书展出街 又因为19个问题取消了 那后来说 那本书呢 不如这样 再加多些少资料 那挺好 不知道会不会卖贵了 这件事 那怎么知道 搞到现在才出到 那些人都问他 你会不会爆 以前在政府做事的那些 竞争 那他说 不爆得 也不能爆 他说懂得看 就会看到 那是不是有些隐喻呢 哇 很有selling point 那就是这件事 好 那说到呢 有些什么爆的 有家学校爆大锅 那幽才书院小学 不知道大家 多不多 网友仔呢 是家长 这家学 其实本来 挺有名气 就是在我认识当中 而这一位 爆大锅出来的 校长呢 他也曾经 在好几次的 学界里面的 类似一些交流的活动里面 都见过他 四个hi都要 聊聊天 给个卡片 那听他说话 都斯斯文文的 都正正常常的 那其实较早前呢 他也有消息 就说他突然间 就辞了职 就说校董会 向了家长 发声通告 就说这位 姓聂的校长呢 就违反教职员 专业操守 也都说呢 发现呢 部分的单据呢 就異常 那说经初步调查之后 就交给警方处理 还有向教育局 就报告了 那可能一听的时候 我觉得单据而已 是否那些很细碎 原来是很厉害的 那昨天 警方就证实了 说在这个月的20日 就在将军澳 就拘捕了他 涉嫌盗窃 获准保释后查的 11月中 再回去 向警方报道 那案情指 说他呢 在2018年9月 至到今年4月期间 以一个虚假理由 批出 以及提取了 优财孙小学 不少款项 涉及金额 去到1060万 哇 他都很沙胆 他都很大贪 哇 真是猜不到 不过 在我当时认识的时候 他还未做校长 不过呢 已经在学校的 呼声很高 说他是未来的校长 有时真是人不可以貌上 今天后来还说多一件 就是有关于 没有几日前 一位57岁的男子 突然间 一个人 就说要出去行山 又说什么看日出 这样东西 背着一个大背囊 在上星期六 即23号 早上时11点 就离开家 到现在 都是没有消息 本来他家人 都说 哎呀 天气冷 没有衣服 现在女儿 都很担心 那个爸爸 究竟去了哪 他说 现在呢 就仍然能够 打到电话 是通的 不过呢 就一直都没有人接听 其实这位呢 听到都 挺令人猜疑 那究竟 为什么他 接听不到电话呢 那我们算一算数 都第四天了 那为什么 他的电话 也有电呢 通常我们的电话 就算你iPhone 13 Pro 都好 你不按他 不省呢 我想一两天 都应该捱到的 好像 如果你iPhone那些 你用来按一下 按足一天 正常的用 当然又不是看片 打机 一日多些都ok的 那两天左右 应该都差不多 都缓了 那去到第四天 都叫做还打得通 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的可能性 就是他会不会 手机是拼住了 所谓的尿袋 充电那些东西呢 如果拼住了的话 有机会 就是万一大家例事的话 他的电话 摆在一边 但是他人呢 已经不知所中的话 所以他的电话 仍然叫做打得通 可能甚至乎 他的电话 还可以撑多几天 那现在呢 都在继续找他 去到哪呢 那希望 都是那一句 吉人天上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呢 他有很多小孩之后 或者小孩慢慢渐渐 开始大 或者小孩未开始大的时候 他做的事 会谈慎很多 或者他对自己的安危 安全等等 他会考虑很多 所以我朋友呢 在台湾的 他自从小孩出生之后 他不开电单车 就是他会觉得 怕开电单车会危险 就是万一有什么事 那就是这样的 有些什么 冬瓜豆腐鱼黑鞋 那小孩怎么办呢 那为了安全起见 要么就乘巴士 要么就驾驶 要么就驾驶车 当然 你说不是每个人有钱 驾驶车的 我看到一些台湾的 带着小孩 坐在后面 就离开 都继续吹电单车 每个人的经济考虑不同 每个人的决定都不同 都要看自己的情况 但是 如果他有能力 或者他觉得都可以的话 那他就选择 用一个好一点的形式 保护自己 其实间接来说都要保护家人 所以我看到那些人还怪他 还笑他 说怎么搞错 我怎么这么小胆的 怎么怎么怎么 这些话不敢 那些话不敢 这些话不敢 他不是不敢 只不过他觉得 不应该冒险 当然也不能够 太过分 什么都不做 都是那句 为了家庭 都有一个责任 我都认识他的朋友 他都试过 卖了自己的单车 他都觉得 踩单车可能会比较危险 因为有时要踩出马路 在香港 有时会有比较快 他本来都很喜欢 踩公路单车 因为你不是每次都能够 去到沙田 或者不同的单车径里 踩 可能踩一下马路 晚上 什么地方都会 有些司机态度 都不是那么好 有小的车 特意坐在你 等你被风扯 整个人摆了 那些都好像很好玩 很过瘾 有时会有这样的人 当然做一个负责任的家长 是很重要的 刚才看到有些优彩 我看到那时候有些家长 问我怎么可以进到优彩 怎么进到哪一家 那些 如果你进去之后 发生这些事 不关我事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 这些学校里面背后 这些东西 一定不可能 学校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怎么会我知道 不过都有 有些人 后来又怪我 入了一家学校之后 发现一家学校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跟我说你想进的 不是我叫你进的 那好吧 那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